据海外网9月7日消息 港澳台在大陆居民于9月1日起 可以申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此举使在大陆港澳台同胞的待遇与大陆同胞一样 也极大弥补了港澳台居民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出行等方面的不便 大陆这一会及港澳台的举措 台当局却视之为洪水猛兽 尽管陆委会、绿媒一直在吉利阻挠 诋毁抹黑大陆的好心 但抵挡不住台胞对居住证的热情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施行一周以来 就有近万名台胞争相申领居住证 看着台胞积极申领居住证 台当局坐不住了 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六日称 申领大陆居住证的民众必须向台当局主管单位申报 否则将面临罚款等行政惩罚措施 从大陆推出港澳台居住证起 陆委会就没停止过刷存在感 先是指责大陆这一政策是 名为会台 实为立中的统战行为 接着称在大陆山岭居住证 会泄露包括指纹在内的个人信息 甚至还威胁山岭居住证的台胞 翻台后要限制他们担任重要机密或者敏感公职 这次又要对山岭居住证的台胞进行 包括罚款的行政性惩罚措施 足见其心胸之狭窄 面目之丑陋 梁秦泽木而漆 更何况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陆委会的拙劣表演 竟现台民进党当局的分裂本质 台湾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是个不争的事实 而且台湾青年要直面高房价 低薪酬的现实 依靠微薄的薪水 大部分台湾青年都背上了沉重的生活压力 更让台湾青年悲观的是 整个台湾岛内政治斗争气氛日益凝重 除了依附民进党成为分裂分子谋取政治力以外 实在是难以看到其他的前途和未来 相较于台湾 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带动中国大陆工业制造、科技开发 第三产业等行业蓬勃发展 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会台31条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政策 为他们铺平了在大陆奋斗的道路 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人才向大陆流失的困局 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在改善台湾经济 民生方面的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而搞政治斗争经验就十分老道 面对大陆越来越好的政策 台当局不反思己之过 反而将责任推到大陆头上 政治化两岸同胞沟通往来 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大的反弹 这充分说明搞分裂是没有出路的 被分裂分子掌控的台湾也是没有前途的 近年来大陆对台分裂分子的行为 进行了全方位围剿 他们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得到贯彻 对热爱和平 向往国家统一的台湾人民 优附措施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被分裂分子毒害的台湾人民的思想观念 慢慢被扭转过来 持续下去 离和平统一台湾就不远了 明镜与妈估访筹 北京不勇卜中线 你别问再来 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